沙亚南一名小学阿拉伯宇老师两年前 非礼一名十岁小男生面对司法审讯 由于无法对控状提出有效质疑 因此法官今天判处被告罪名成立 坐牢九年和鞭吃两下 另外邓家楼一名四十岁香蕉园园主 两年前乱棍打死了偷彩香蕉的小偷 被控谋杀罪 那法官经过审理之后呢 将控状改为杀人罪 让他成功死里逃生 为人失表但其实是藏在未成年身边的色魔 这名身穿白衣的33岁男子 莫哈莫·沙里尔 因为2018年11月2号 在沙亚南住家 握着10岁男童的私处 今天在儿童罪案特别法庭 接受审判 法官扎里达最终基于被告 无法对控状提出合理疑点 因此裁定被告触犯 2017年儿童性罪刑法第14支A 触碰儿童身体条纹 必须坐牢9年 和边吃两下 此外 被告必须做心理辅导 长达8年 刑满后也必须接受警方监控3年 尽管如此 法官允许刑罚押后执行 直到完成高庭上诉程序 但被告保释金提高到15000令吉 同时必须向警局报导 今年40岁的伊斯迈 在两年前的12月3号下午3点15分 到4点45分间 在自家香蕉员发现48岁的香蕉小偷 一怒之下 拿起铁棍乱棍打死小偷 伊斯迈过后在刑事法典第300谋杀罪下落网 刮拉登家楼高庭法官 今天考量到被偷的香蕉 是被告养家糊口的主要来源 所以才反应过击 失控杀人 将唯一刑罚为死刑的谋杀罪 改为刑事法典第304支A 杀人罪 被告也因此顺利逃过死劫 不过还是得为自己的冲动坐牢14年 刑期从落网的2018年12月3号算起 一名执行董事为了禁标 击打州政府的2200万令吉清洁承包工程 竟然在所提成的申请资料里造假 甚至逼迫两名职员伪造银行文书和印章 亚伦士打推示厅批准反贪会的7天扣查令 以便让当局可以在2009年 反贪务委员会法令第18 欺骗谋取利益条文下调查33岁的嫌犯